Hello 大家好 我是娃娃 現在是2020年7月20日香港時間中午1點 我趁現在有新聞的空檔期 為什麼說空檔期呢? 因為香港自治法準備出制裁名單 還有立法會的候選人現在接受報名 究竟有什麼候選人會衝出來報名 以及外面像南海那些戰機飛來飛去 有些說穿越了整個中國 還有很大量的其他的資訊現在正在出陸 並且趁現在中午太陽夠曬 陽氣夠重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些比較偏一點的話題 就是說一些靈異界的話題 我會說一個個案給大家知道 主要是想讓大家知道 有些什麼事情你會… 即是不要乱了 不要乱東西上心 那些這樣 因為真的看到有些個案 這裡就順便買個小廣告 我這條頻道 就是專門講關於一些時事 國際新聞、香港新聞、經濟、股市、國際關係 因為我過往來講的工作是需要很大量接觸這些資訊 去應付我的工作 達到我的工作質素 而另外呢 因為我也有很重的術數訓練 所以譬如八字、風水、奇蒙遁甲等 很熟悉得來 我自己也有些工作是向這邊相關的 另外西洋、占星術、Natal 7 或者其他的宗教 我亦都有相當多 我想比普通人多一點的涉獵 但是如果個別有一些是專科、專系 當然也是我的師兄、師姐 所以我接下來的這個頻道 無論之前或未來的內容 都會和剛才所涉及的那些科目有相關 如果大家對這些科目有興趣的話 就請你來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下方的訂閱鍵、訂閱 還有按訂閱鍵旁邊的小響鈴鐘 有個響鈴鐘、貓貓貓 按著它之後 我有新頻道的時候 就會自動通知大家看 在你的手機會有個Message 叫你們按著它來看 讓我這個頻道是一個嬰兒頻道 開始了大約一個月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請大家訂閱我、LIKE 還有comment comment那裡大家也可以留意 你們可以將你們想我多說話題 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評估大家聽眾想聽什麼話題 那我可以盡量在我空檔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根據之前有些朋友 就跟我說想看看 原公義、原爸爸、原公義的推背圖 推背圖像是否這樣看 還有我順便當時也說了 2019年、2000年、 19年、20年和2021年 那個推背圖像是怎樣看的國運 那也有朋友就跟我說 有一些國際關係的用詞 或者是一些國際的組織 不知道他們怎樣理解 他們說的話 應該的份量是怎樣評估 那些這樣 那你們都可以 放下這些問題給我 那或者是個別 早前就有朋友就等下 有些個別的股票 就問我怎樣看 譬如好像上星期中芯國際 上市上創業版那裡 一天跌了25% 就問我怎樣看 那我都盡量抽時間去說 那所以就 希望和你們多些互動 那現在就說回今天我想說 就是我想用一個個案 是我身邊一個很熟悉的朋友的個案 去帶出一個靈異事件 這個靈異事件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一個墮胎帶來的後果 那話說我早前就有個年輕的女性朋友 20歲比較鬆 她就未婚華人有了BB 她知道我有這些比較八卦一點 那些術數啊 或者是靈異那些問題 會聽得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有一些工作 是要和這些有關係 就是和這些 topic 有關係 那我就自然收到很多不同的資訊 關於這些 所以其實這裡我有很多事情 可以和大家說 不過我要慢慢嘔吐出來 讓你們知道 那 我這個女生就過來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我問你莫非想打算墮胎 那她就問我 是怎麼看呢 那我當然就跟她說 她沒有墮胎 因為如果你在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問我知不知是墮胎 我一定會說 隨便吧 別人喜歡墮胎就墮胎 總之你問我 我自己就不會墮胎 但是我去到今時今日 活著那麼久 聽了那麼多事情 我真的要 雖然這些事情 沒有發生過在我身上 或者那些靈異事件 沒有發生過在我身上 但是我真的聽到 有些人自己本身乃了東西 這些很可靠的個案 那些人物 發生在他們身上 我知道 不可以不相信 所以 尤其是女生 如果你們本身有女的 或者身邊有女性朋友 或者知道有些個案 準備想要墮胎的 或者是你自己的 都是有這個idea的話 希望你們先聽完這個video 才會再聽完 你不知道就說 你知道了 都會作出這個決定 那這樣才算吧 好 那我這個朋友的個案 就是怎樣 話說她在十幾年前 她現在有個女兒 那個女兒已經十八歲了 但她有獨生女之前的兩三年 她曾經做過一次墮胎 但是我本來一直都不知道她有墮胎 她有一天 她的女兒大約是五六年級 那時候 現在十八歲 五六年級 都很多年前 大約八年前 我這個朋友 有一次跟我說 她說 阿娃娃呀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佛廟 我說 去上山 天壇大佛 我說 陪你去吧 好久沒走過 我說 不過你無緣無故要去佛廟 即是去旁邊大紅寶殿 她說 因為她最近哩哩亂 她知道我的術數底 聽得多這些東西 不會當她精神病 我們聽得多這些 不會隨便懷疑 別人是否有神經質的 不會 我就問她 為什麼想去看 她說 最近哩哩亂 因為有個尼姑 最近跟她說了一些話 好了 她就開始說 尼姑說話 話說 那時候 女兒 五年級 就帶著她去逛街 逛街的時候 遇到之前熟悉的尼姑 我朋友本身之前不是佛教徒 現在就是 之前不是 她跟尼姑聊天 說 尼姑說 你女兒很可愛 很聰明可愛 她女兒很喜歡說話 很聰明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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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很可愛 很惹人歡喜 但不知為何 考試成績 經常都不行 我尼姑跟她說 這件事跟你有關係 然後我朋友心想 愛她媽媽 當然有關係 都是我照顧她不好 她心想感 但那一刻尼姑說完之後 大家都有覺有覺 要上路做事 所以就拜拜 那我的朋友 後來就 用了整個星期 就想尼姑說我 這件事跟我有關係 為什麼呢 所以就 一個星期之後 就去找尼姑說 阿斯太 你上個星期 這樣跟我說 我想不明白 我猜我真的有些事 做了 你覺得我還有什麼 可以做 那尼姑就說 她說 跟你有關係 你記不記得 你自己做過什麼 那我朋友心想 做過什麼 我就找補習老師 給個女兒 那個女兒 中英素常 四科 四個補習老師 那些 很緊張的 幾萬元的 那些 迪士尼 那些 動畫 那些 影片 都照買給她看 那些 很用心 很用心 照顧她 那她心想 可能我只做這些 都不行 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你以為你教我 為什麼我的女兒會這樣 那尼姑就說 你度過胎 然後我朋友說 度胎 是啊 我有度胎 她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因為度胎完之後 我完成這件事 就沒有理會了 那她就說 是啊 我有度胎 你這樣也知道 那尼姑說 其實是因為 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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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 得到萬千寵愛了一生 寧英自己 要承受讓阿給她殺了 我又说给你听,我一个朋友,她的女儿,为什么考试成绩会不好? 她有这么多步骤老师,她又不是IQ低,为什么会不行? 又不是猜出来有什么活跃症,又不是那些 原来到家长日就知道,老师就说,你儿子考试开了卷,还在画公仔 我们要特意去巡捕她,看看她在做什么,在卷后,空白位置画公仔 画到人家开卷,快开了一半时间,她才开始做卷 或者走过去,考试的时候巡捕她们 巡捕到她过去,喂,你的卷呢? 她说我的卷给后面的同学,老师说,你为什么不拿卷呢? 她说,我后面还有两个同学,但我传上来没有三份卷,所以我先给了她们 我打算之后跟你举手拿卷 那老师说,那你为什么不问我拿卷呢? 我看到你还很忙,所以我打算让你先有空,我先拿卷 是这样的,那你说她的妈妈,即我这个朋友就说,其实她和她 保试老师和她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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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所以我的朋友很苦恼,很苦恼 所以你说,就是这样 阿尼姑就跟她说,前面那个灵婴到的弟弟 那我朋友就问阿尼姑,现在既然都发生了,都irreversible 不可以回头了,那应该要怎么做好呢? 这个位置也是我和我的朋友细心转言的一个位置 因为在我的角度,除了如何解决前面的问题 之外就是说,前面给解决的人 他本身是不是会有自己私人的利益在手? 那如果他自己有私人利益在手的话 那我会觉得他给出来的解决方法 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bias 后来我跟朋友说,阿尼姑怎么解决 他说,阿尼姑就是叫我做一件事 就是念经,那我说,叫你念什么经? 叫我念心经,佛教的心经,心脏的心 经文的经 我说,他就是叫你念心经 不叫你其他,譬如叫你给钱打,就是念经 或者是给钱供养什么东西 拿去哪个佛庙或之如此类 甚至乎给他那些,有没有? 他说没有 我这里不好意思说这些说话 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了有些佛道中人 其实没有的,我知道正式是佛道中人 就非常干净 不会想起这些这么公共的东西 只不过怕他不知道会不会遇到 有些叫做假尼姑或假和尚 那类的,骗人供养他 那类的意思 那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朋友说怎么看? 我说没有的 你一照念经 他叫你念经 有这个法门 你就用这个法门 接着呢 接着呢 在这几个月 留意一下 看看他会不会再有其他的提议 而那些提议 如果牵涉要挖寒包出来做事的话 你就要提防一下 或者拿出来大家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样 那我说如果几个月 他都没有特别叫你 要付钱去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利益 会直接落到他袋 或者他叫那些人物 那些袋的话 用心念吧 那我也知道为什么 阿尼姑会叫他念心经 因为呢 以他刚刚初见佛法来说 佛经上面有些佛经很长的 譬如好像法花经那些 成二十几品 是念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才念得完一次 如果好像地藏经那些 都三个小时 但是呢 心经就很短的 心经呢 你拆牙 没拆完都念完 包補 很短 所以最适合那些 本身没什么底子 对佛学没什么底子 不知究竟有多坚持呢 那些呢 又要给一些容易 给一些BB班的东西 给他开始 这样的话 就最适合就是 其实是用心经的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网去看 那些呢 有些句子 你们都很熟悉的 只不过你不知道 来自心经的 那些 就是那些 心无关爱 无关爱 顾无有恐惧 或者是那些 那些 识不以空 空不以识 那些就是心经 那些 好 那 所以呢 我就 讲回后面 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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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孩子呢 小女呢 后面呢 这几年都 一直读到书的 现在到18岁了 那样呢 就升得到上大学的 那 所以 其实是 就是 中间的波折多了 那 那 而 妈妈呢 亦都 做了佛门中人 那样 就长 长期吃齋了 以后都吃齋了 那样 那 这里所以 有个 分享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 就是 如果你们是 真的有打算 或者知道 有些个案 是准备想墮胎呢 真的不妨 把我这条片 给他们 听给他们看 就 其实我还有 另一个case的 看一下 我看够不够时间 和你们讲一下 都还有另一个case 那个case就是 话说呢 刚才所说的 那个20岁孙 刚刚有了BB 那个朋友呢 他就 我当我说起 墮胎 那些灵婴 会 会糾线的时候 这个妹妹 是告诉我 她的 婆婆 她的 婆婆 在乡下 那时候 现在还在这里 再生的 她在乡下 小时候 是墮胎 墮过两个 那 就说 她说 她婆婆 都不时都跟她们说 她婆婆也叫她 你不要墮胎 为什么呢 婆婆过来呢 婆婆说 她当年墮胎 那两个 是一男一女 那两个 一男一女 到现在 周不时都回来 找她 就跟她聊天 她说 她婆婆 会 有时 会在其他一边 自然自语 好像在那儿 跟我们聊天 其实 他们都已经不以为意 了 已经见惯了 知定了 就说 这两个 就对她 就 未至于乐意 但是 走不时回来 找她 就 每次回来 那时候 都是两个 一起回来 跟她聊天 聊什么 就不知道 总之 就 到婆婆 已经 几十岁 都还是跟着 那 今天 跟大家分享 就这么多 大家 如果 有些 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 可以 放下 你们的留言 记得 subscribe 我 暂时 这么多 下个节目再见